光華的樹幹表面矗立在人行道上看來相當突兀 表面宛如小桌子 這一棵菩提樹被稱為神木吉 至少要三個人以上才能彈爆 但是一月底卷科被看出 很不安全啊 尤其一些老人家 他在走路的時候更不安全 因為他們是跟同企 都會造成離民跌宕 反正教育199 好多處 原來老樹矗立的位置 就在學校旁的人行道上 看看先前的模樣 巨大的樹幹 定著茂密的枝葉 一旁的人行磚和水泥護欄 確實被擠爆了高高低低隆寢 砍除之前 綠印遮蔽 神木吉老樹 不少人在底下乘涼 但是以安全理由砍除之後 剩下光吐吐的樹幹 護樹團體痛批太誇張 很難得 那個真的有夠漂亮 你自己本身如果不想煮 到處都是危險 很大瓶的才有大瓶的 一瓶 兩瓶 三瓶 比較大瓶的 要把牽的就很可惜 把這棵樹保留下 你只要做樹穴的擴大 那他擴大樹穴之後 其實他要留下來 是非常安全的 也不會影響到人形的通行 初步移植八顆 那在今年初 因為有李明的投訴反應 那我們緊急又做了樹木的規劃 校方以安全理由砍除了樹木 但是教育局 隨後發表聲明表示 核准砍樹 數量只有11月評估過的八顆 一月份學校接到陳晴 就自行找人移除 違反了作業規範 除了要求暫停移除作業之外 也會追究相關責任 三連新聞連貫志 朱宜榮